请你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化 悲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作 则缘其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宣讲净土教言 这部净土教言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来讲 也算是比较简略的一部法门 那么我们前面也讲了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其中也主要讲了 意乐和信心的重要性 同时也讲述了 往生极乐世界的过程当中 具有三大障碍 这三大障碍必须要遣除 没有了解极乐世界的功德 虽然已经了解了 但是颠倒其邪见 然后就产生一些怀疑 这三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今天继续讲着 对此若有人认为 此极乐世界胜过其他净土 而且所有往生者 全部是具足仲持等持 神通等无量的功德 因此不是圣者 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 有这么一个疑问 这是可能我们很多人也有时候可能这样想 因为这个极乐世界 超顺于很多刹土的功德 比如说东方流利世界 或者是渡水天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无尽刹土等等 这些刹土不像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一样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这方面讲过很多的教言 那既然已经胜过了 其他的种种功德 种种庄严 那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全部都具足仲持 仲持指的是陀罗尼 比如说不忘陀罗尼 或者是一些法仲持 义仲持等等 对法不忘 永远也不会失望的 还有对意义不忘的等等 这些等词 种词 还有一些等词 我们前面讲到的 如幻等词 勇士等词等等 有很多三摩堆等词 神通等 《居士论》里面讲的 宿命通 路径通等等 这些神通等等 超胜的一些无量功德 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 都具足这些功德 既然都具足这些功德 那肯定是圣者 一般我们像这样的 凡夫业力 圣众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 都是不可能往生 应该往生的这些 就像以前的一些大菩萨 或者说像莲茨大师 乔梅仁波切 或者像欧义大师等等 有很多具有超凡如生的 这些功德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 可能会往生的 那我们一般平凡的一个普通的人 怎么会是往生呢 不可能往生 你看道德往生那里呢 有这么多的功德已经具足 现在我们什么功德都没有具足 但临时的时候 怎么会是那么多功德呢 马上现前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其实这些疑问呢 马彭仁波切也是 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分别力很重 所以这方面有一定的疑问 只不过是有些不敢提 有些是不方便提 有些是提起来 也是别人没办法回答 有这种情况 应该用闻思的方式 或者是辩论的方式 要抉择 往生极乐世界的重要性 往生极乐世界 完全是可以能做到的一件事情 应该以这方面来了解 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以前天台宗的智智大师 智智大师 净土十一轮 有一个净土十一轮 以前特非古 后来也有一个百华文 里面的很多译问 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不过马彭仁波切 这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以后 别人的邪见进一步地去驳斥它 但是智智大师的十大问题里面 基本上下面以回答的方式来宣讲的 这些问题基本上都非常有意义的 也是问的问题是非常好 那么他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麦彭仁波作者这样回答的 既然你承认圣教中所说的 已经往生者具有如此的功德等等 那么为什么不承认圣教中所宣说的往生的因呢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推理方法 既然你承认往生极乐社有这么多的灯瓷功德 还有神通等等这些功德 这些也是你怎么知道的呢 应该是你从净土的各大经典里面 所宣说的才知道的 既然你知道 他往生者的这些功德 全部来源于净土宗的经典 那这样的话 往生他的因 也是凭我们的信心 凭我们的菩提心 凭我们的回向善根 积累善根等等 这些来往生 那么这也是净土经里面讲的 那净土经里面讲的话 你前面的 包括各种功德是你承认的 然后往生的因 对凡夫人来讲是不可能往生 这样你对因不承认 为什么 一不经典的一般你承认 一般不承认 你这个有道理吗 不可能有道理的意思 不非摧毁智力 所成就的如实广大 完全是贫瘠佛陀的愿力和智慧力 我们在这里可以这样讲 当然我们从凡夫人的智力的角度来讲 当然所谓的往生极乐世界的力量 依靠他力和智力方面 汉传净土宗也是这方面 说法都比较多 但是这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可以这样讲 比如说凭我的信心力 凭我有非常大的信心力的话 凭我的智力来也可以往生 但是这个不离开阿弥陀佛的加持 和阿弥陀佛的愿力 这是完全不离开的 如果从阿弥陀佛的角度来讲 完全是依靠他的发愿力和他的智慧力 才可以往生的 为什么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 往生极乐世界的他力而往生的 为什么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当年这样发愿 没有当时这样受持极乐世界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样发愿 我们怎么样有信心的话 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往生的 所以应该说是依靠他力的 我们有些众生 很容易修行成就的 这叫做异性和难性 那么这个在《施主撒破论》 《施主撒破论》当中也这样讲的 怎么讲的呢 修行的人有一种叫做异性 那么异性是什么呢 异性是依靠佛的威力 佛的加持力 获得了往生的 这叫做异性 很容易获得成就的意思 那么有一种人 难性 什么叫做难性呢 大概讲了五种吧 比如说有些遇到恶友 本来如来藏的善根很容易成熟 但是依靠一些恶友 然后它的根基没有成熟 有些依靠恶劣的环境 没有修行成就 一直推辞了 有些依靠种种财物 本来是他修行很好的 他的条件就相当好了 然后每天都是盘算在那上面 每天都是担着这些财物 而不能往生了 那么还有一些 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吧 等等 比如说还有一些学小乘的 学小乘的话 他就不能发这种菩提心 也是耽误了他的修行 所以这些论典当中 也有怎么样的差别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应该这样讲 往生极乐世界 可以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完全是凭佛陀的智慧和 佛陀的发愿力导致 而并不是众生各自的能力而形成的 如果众生各自的能力而形成的话 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当时没有发愿 也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往生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具有阿弥陀佛的加持和愿力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往生 也有这个机会 所以有时候前一段时间 我们这里有个道友也是问 比如说有一个亡人 当时他往生极乐世界的什么意念 不是特别的强烈 但是一个上师对他进行超度 进行超度的时候 根据历史记载 应该有很多人强迫 往生的势力应该是有的 那么这种情况是 依靠自力还是依靠他力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一方面如果自己的力量一点都不具足 完全是依靠上师的能力 也可能是有困难的 但是比如说下面有一个亡人 这个亡人本来都是对往生极乐世界 比如说信心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我对他超度的过程当中 超度的时候 我一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 这个事迹非常成熟 那么当时这个中医生 他对阿弥陀佛马上生起信心 马上在一刹那间当中 他就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四种因 当他在这个 我正在给他念婆娥的时候 很有可能这个中医生 马上具足这些四种因 因为这也是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力 其实我们相续当中 对佛的信心 发愿往生 相续当中有菩提心 这些都是诸佛菩萨的 和上师的加持是不离开的 如果没有加持的话 好像我们对法门心取缩然 不一定有很大的信心 所以佛的加持是不离开的 在佛的加持的前提下 很有可能 我们对别人超度也好 或者我们自己 平时我好像对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很大的兴趣 但是我当下在临终的那一刹那间 我特别想往生 我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特别强烈 这一个念头马上起作用 所以往生有可能的 在这个刹那间当中 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心态的因应该具足 这也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 这是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还是应该好好地分析 然后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这方面的资料 自己对自己应该作辩论 看我自己相续当中 我不会往生了 有这么样的念头的时候 我们用智慧来对他进行剥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昨天所讲的一样 如果利根者 应该自己的疑问 自己来解决 中根者 依靠上师和道友来解决 下根者可能也无所谓的 凡是我一天吃得饱 穿得乱 除此以外 没有什么多的相续 这种人跟旁生没有多大的差别 因为旁生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和理想 旁生都有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修行人 自己对自己的未来 自己对重大的有些事情 不得不考虑 现在这里大多数人 也不是少年 应该是成年和一些老年人 那么这些人 一般从世间人都讲 那这些人应该 对自己的家庭 工作很多方面 应该思想算是成熟的了 我这个家庭是怎么过 我这个工作是怎么过 我这一辈子当中是如何如何 但是我们作为大多数的出家人 我们现在这个范围就是出家人 很多出家人 这方面不用出的 不用考虑的 那这样我们每一个人 我的未来是怎么样 我怎么样修行 我怎么样利益众生 我临死的时候 我怎么办 这方面应该值得考虑 在考虑的过程当中 我想 往生极乐是极乐 最好的一种方便方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觉得不能往生 我这个不可能往生 很多可能会分别念 那么这些分别念出现的时候 你说我为什么不能往生 应该自己对自己 应该自问自答 有这个必要 如果有人说 经中所说的念佛号便可往生净土当义 乃是别施义去 其密以为 一旦获得圣者果为以后 得了一地菩萨以后等等 才可以往生 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因为我们以前学习 大圆满信息修习大特殊 很多论典里面也讲过 不了意的一些经典 它有四种秘密 四种义去等等 这样讲过 那这样的话 有些人这样讲的 今天里面虽然已经说了 念送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往生 这个说是这样说的 但是这个说法 实际上是不了意的 这种说法不是很了意的 不了意的话 为什么呢 它是别施义去 四种义去 菩提加勒义去 然后别施义去 有四种义去当中 它是别施义去 别施义去是什么呢 我们死完了以后 都是不能往生的 但是以后 未来可以往生 所以佛陀针对以后往生的密意 现在说是能往生 并不是当下往生 并不是死完了以后 立即就往生 只不过是以后能往生 所以佛陀为了 就是应证一些众生的根机 而说是念念佛号就可以往生了 有这样 别人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先念佛号 然后再过了无数劫 或者是一个二生七劫以后 获得了一地菩萨 获得一地菩萨以后 它有身边和神通 有自由自在的能力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超越这个世界 到一个刹土以外的往生极乐世界 否则 我们凡夫人怎么能往生 我凡夫这样的一个人 别说是死的时候 到极乐世界那么遥远的地方 去美国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凡夫人 肯定不能跑得那么远 应该是这种话 是一种别适一去的语言 也就是说到底一点 释迦牟尼佛是为了一些众生 一些懒惰的众生 想给这些众生而讲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了意的经典 有些人是这样以为的 确实是 以前也是听过 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不了意吧 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这些人 我们学过《入中论》和有些大乘经典 比如说《戒神明义经》 这些经里面 什么叫做了意 什么叫做不了意 这些了意的条件和不了意的条件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是不了意 我们如果这样承认 有一定的理正妨害 从理论上根本说不过去 这样才叫做不了意的经典 但是我们死亡了以后 立即能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道理 根本不会有任何理正妨害 下面我们也是这样回答 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宣讲 净土教言的时候 当时不是净土教言吧 当时还可能没有讲 当时我们学院的一个老看部 现在都已经圆寂了 他当时在上师面前也是说过 这往生极乐世界没有那么快吧 这个肯定是别识意趣 然后上师如意宝当下好像从显现上 显得特别不高兴 当时说你们这些人 因为也没有学懂 好像学是学了一点 但是根本没有学懂 那如果他是不了意的话 你可以说出 有什么理正呢 有妨害 后来那位老看部也没有说出什么 没有说出以后 后来上师如意宝在讲经说法的 可能起码有好几次 在课堂上也是批评 这样的批评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相续当中 首先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 这个不可能那么简单吧 应该说这个经典是不了意的 还是佛陀可能是向我们有个别的众生 印证根机 可能是这个意思 有这种想法 那下面博弗仁波切讲的 这个理正是非常尖锐的 如经中说 尽以念诵佛号 便可往生净土 佛陀在佛经里面讲了 仅仅是依靠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 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道理 然后博弗仁波切把这个问题分析的时候 有两种 有些人念诵佛号 虽然死后并不能理解往生 但最终必定会往生 佛陀所言始终也是无有其火的 就是有两种情况 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造了无无间罪 或者是造了谤法罪 或者是自己的心性不足 圆力不足 菩提心不足等等 这些因缘条件没有具足的情况下 虽然他每天都是 喇嘛阿弥陀佛 喇嘛阿弥陀佛 一直念了很多很多的 但是最后死的时候 死完了以后 没有理解往生 这也是真实的 但是当时因为他念了佛号以后 他在未来一旦终有一天 肯定会是往生的 这一点佛陀的语言 始终是不其火的 所以刚才别识意趣的 佛陀的念 佛号的个别的人 我们佛经里面所讲到的 这些条件不具足的情况下 有些人不能理解往生 然后在其他时候能往生 所以佛陀说 这是别识意趣的 有些佛号可以这样说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若有些具足信心者 死后立即得以往生 因此说 死后往生必差的 身言是真实语 那么有一种人 他前面的 这些往生极乐世界的 四种条件全部具足 然后他的三种障碍也好 两种障碍 这些全部已经远离了 这种人 因为他的信心和远离全部都具足 死后立即会往生极乐世界的 因此佛陀说 念佛号的人 死完了以后 立即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话也是真实不虚的 也就是说 成别识能往生 刚才前面的这一个道理 那么刚才前面的这一个道理 可以说是 成别识能往生 在别的时候能往生 有这么一个情况 有这么一个情况 应该是这样解释 否则 这个可能谁都不能说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当中有没有能敢说 如果敢说 你们站起来可以给你大奖励 当然你要能说出有一定的依据 谁能说 谁有理由说啊 所有的持佛号的 不管是念阿弥陀佛也好 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也好 凡是具有往生极乐世界的 四种因的条件下 念佛号和不具足的这些念 凡是念佛号的这些 读往生极种刹土不是立即往生的 他就是在其他时候 在过了很多时间以后才可以往生的 在别的时候成熟的 当时立即不能往生的 谁如果有这样能说的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说出来 但你的依据必须要充分 因为人的业力 缘分 根基 次第都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在座的人当中确实是 即生当中的一些业力 根基 缘分 善根 这些都是 也是无量无边的 无始以来的人的根基和善缘也是无量无边的 再加上 对此佛陀的幻变 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力 他的幻变 他的智慧力量 也是无量无边的 以听闻佛号 也会有四合立即往生极乐世界者 所以在这么多个人当中 听闻佛号 念诵佛号以后 四合立即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是必定是有的 就肯定是有的 会有的 对此无有任何例证能破 那么这个道理 我们就在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面前 可以说是大胆地可以说 大胆地说 我们只要驱逐这四种因的时候 这些人当中 肯定会有往生极乐世界的 我们大胆地这样说的话 那么对这个道理 任何一个具有可靠 确凿的 颠簸不破的这种例证来害我们的 也就是说是 驳斥我们 反驳我们的 这样的理论 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 就是麦彭仁波切在这里 特别有利的一个话 就给大家明示的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是 我想肯定是找不到的 因为所有念佛号的人 我们佛教也并不是讲 一定是往生的 这是汉传佛教 也是不承认的 一万个人念佛号 万人全部都是往生极乐世界 这也是 净土宗自古以来 也是并没有这样承认 但是我们很多人当中 一心一意的 专心智者的念佛号 然后具足上面所讲到的这四种意义 前处上面所讲到的这几种障碍 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是往生的 以前不管是业力怎么样的深重啊 烦恼怎么样的严重啊 怎么样的话 实际上可以往生 那么我们有些人说 这些人肯定不能往生 那你不能往生的话呢 你应该给我拿出一个 确择可靠的证据来 但是我看 我们在座的人回去以后 大家还是应该好好想一想 这些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平时我们凡夫人 相续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分别念 就纷纷地呈现 那么这样的话 这些分别念有些是真的有一些力量的 有些是没有力量的 看我们的分别念产生的时候 你觉得是有没有证据 文弗仁波这些推理的话 其实采用一些佛教的逻辑和英明的推理来进行辩博的 如果我们有的话 我们佛教也并不是像 正因为是净土宗说的 正因为是我们的上师说的 不能这样的 你看真正的一些佛经的教义和英明的推理 这两个结合起来来建立 往生极乐世界的合理性 在这种合理性建立的过程当中 看看有没有人敢诽谤的 确实是没有的 因为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应该需要以这样的逻辑推理来建立一些道理 没有这样的话 好多人认为这是念佛法门 只不过是老年人的一些事情 好像我们年轻人去研究 经不起观察 很多人有这种邪见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你学问有什么样的话 往生极乐世界的知识 完全是合理的 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可以这样讲 有人认为 假使生起了修行等圣者的证悟 然后死后立即往生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这些殊胜的功德 所以死后也不能立即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刚才问题 基本上也是相同的 有些人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现在 就一直在精进地修着 如果在即生当中 获得了一些往生极乐世界的各种功德 现前以后的话 那么我们死完了以后 马上往生也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我们这些人 不管是怎么念佛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好像凡夫人的身体和心情 一直没有改变过 这样的话 我死后立即往生的时候 不可能吧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缺露心 这就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些毛病 最大的一种毛病 我们都是这样想 可能刚才所讲的那样 真正的像法王如意宝 或者是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那样 他们的修行经济 各方面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可以往生 他们还没有 临死之前都是 已经获得了种种功德的人 然后往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像我这样的人 不可能立即往生的 我不如还学个什么其他的 我往生的希望都是百分之利用 很多人是有些这样想的 实际上我们对自己对自己的这样一种无辱 确实是不对的 应该自己对自己 你不管是怎么样业力深重 怎么样烦恼深重 你自己对自己还是有一个信心 因为这些可靠的经典当中 确实凡夫人 只有一切烦恼的人 都予有往生的机会 所以我也是 遇到这个法门说明了 我是有一定的福报的人 那么我现在 我的晚年 就是我从现在开始 乃至临死之间 我每天都是该念的 阿弥陀佛的佛号来念 然后我每天闻思修行 好好的积累资粮 那么这也并不是为自己享受快乐 而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种种的这些因缘 去考虑 去考虑的话 一定是能往生的 这就是佛陀所说的 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 佛陀的这个金刚语 一定要深信不疑 那么下面就是说 拨持他的这种说法 如今生起修道 以现前圣者的证悟境界 或者是不久的将来 现前这些证悟境界 则虽然为重新加上 以听闻佛法等便能往生 这样的 实斑功倍的其他因 就是如果你真正是 现在都是已经获得了 胜债的果位也好 或者现在没有果位 马上都已经获得了 这样的果位 这种境界的人的话 你虽然没有加什么念佛号 对阿弥陀佛 生起信心 发菩提心 这些没有加这些其他的因 也必定是往生的 但是也可以 无疑能够往生的 如果你真正是获得了 一些修行的大成就者 这样你不一定认识 你念佛号以后可以往生 具足在四种因的时候 一定往生 不用这么说 你获得了这种一地菩萨 获得了二地菩萨 或者说是即将获得的这些人 那么不需要重新加上 念佛号等这些 渐辩一心的法门 你自己一定是能往生的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从佛经的教义来看 应该说我们凡夫人 很多都是针对我们凡夫人说的 原来不是我们讲过吧 当时有些人认为 学密宗是从八地菩萨开始的 那么并不是从八地菩萨 如果是八地菩萨开始的话 我们知道密宗的很多戒律 对八地菩萨根本不需要要求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也是 往生极乐世界 全部是圣者以上的一件事情 那么精进地为念佛号 不能生邪见 不能生怀疑 然后不能造谤法罪业 造无无间罪 到一地菩萨以上的人 一般来讲 不可能造作这些恶业 所以我想应该从经典的意义上 可以看得出来 对此经典当中是这样说的 除造无无间罪以及色法罪外 皆可往生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除了造无无间罪的人 还有造谤法罪 这是我们前面也已经再三地讲过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要求当时 每人念六百万阿弥陀佛名号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原来说是一百万吧 一百万的话 我们藏文的名号 如果还问南无阿弥陀佛 应该是六百万吧 然后如果我们一生当中 造了一些恶业 要清净 要忏悔 这样的话 念四十万遍金刚萨埗星咒 这是非常重要 最近也是堪布也提倡 念金刚萨埗星咒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真的能这样继续修下去 不仅是我们从智慧方面 一定要加强自己的力量 这个很重要的 还有在修行上 修行上随时随地都是自己念咒语啊 还有一些磕陀 很多方面的修行 不能离开的 所以我以前在讲《军规教言论》 《二规教言论》 那个时候也是说了 如果每天都是能念金刚萨埗一万遍的话 在一念当中都是 将近三百多万了 但后来有些人都是 一直不断地念 现在南宗当中也有个别的人 宁宗当中也有个别的人 大概现在都是 一直念了七八百万 也有这样的 但人与人不同的 有些人今天我强调以后 明天可能念一万遍 然后后天就忘了 或者是灌得到一个月 灌得到半年 或者是半天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自相续当中 从来都是没有这种方法罪 没有邪见 这些是很难说的 我们这种习气和分别念 是非常坏的 所以为了参除这些罪障 每天都自己对自己 有这样的要求是最好的 希望大家 我们上师如意宝不仅在理论上和修行上 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平时在送自己的本尊主 忏悔主 还有一些念阿弥陀佛名号 自己也念 而且劝别人也是 整个藏地 汉地 好多人如今怎么样的修行 获得一定的改变呢 也是上师如意宝的价值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上师的后续者 大家也应该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些闻思 在实际行动当中 每次都是念一些本尊心中 每天都有这么样的要求 是最好的 刚才呢 就是这样的这个回答 这个回答呢 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除了造物无间罪和舍法罪以外 都可以往生的 仅仅闻佛号 虽然有怀疑的话 也可以往生 极乐世界愿闻当中也这样讲 他能听得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不能照见身体的庄严 但是也可以能往生 具有怀疑的人 也是最终可以往生 仅仅发仅仅心 也可以往生等 所以经典中已经宣说了 凡夫人如果听闻佛号 并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而没有说是圣者听闻佛法 发愿才能往生极乐世界 不仅在佛经当中是没有说 而且我们从佛经的字面意义上 可以看得出来 这并不是对圣者说的 那么作为你一地菩萨 你如果没有造无无间罪 和谤发罪的话 你可以往生 你一地菩萨听闻佛的名号以后 可以往生 你一地菩萨对往生极乐世界 发清净的心可以往生等等 这些每一个问题 如果结合于一地菩萨都不合理的 所以这些都是针对凡夫人来讲的 应该针对凡夫人 所以我们凡夫人 具有一切束缚的人的话 那么往生极乐世界 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若有人问 此心的名义是 这凡夫是发愿 为淫 直到获得菩萨 果为何 才能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孟弗仁波琪 这几个问题连续都是 基本上有些梵体上面不同而已 都是这样讲的 然后我以前看过 智者大师的这个诗 这个净土十一轮 也是里面有很多的凡夫人 好像不能往生 我们很多人确实有这种心态 所以作为教理解释 一定要针对凡夫人 凡夫人可以往生 凡夫人可以往生 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立宗 那么波测他的观念 如果是这样 那么经典当中 为何说以信心和愿力便可往生 如果是得地的 或者作为菩萨能往生 为什么说 凭信心和愿力来往生 是对菩萨来说合不合理 应该考虑 若有人认为 虽然依靠心理和愿力 还不能往生 但如果生起信心 希求信者 逐渐获得圣者的证悟智慧 之后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此今是不了一 刚才这种说法 具有谜意的 不了意的 所以我们《弥陀经》 这些里面 凡夫人可以往生 这些经典不了意的 如果这样认为 也是不合理的 博持佛经等所言 唯一信心愿力 即能往生 此教义 无有任何知己能害的历程 如果是不了意的 大家应该知道 如果我们不了意的话 一个是要有所谓 一个有所谓 还有一个 有个新的名称 哪天找到了 那个叫什么 用什么 用什么 有三种条件 一个叫做以理证之戒妨害 一个叫所谓 所谓和刚才那个别用 那个不说了 然后直接能离害 最强有力度是直接离证的妨害 但是我们说 按照《净土经》所讲的 依靠愿力和信心力能往生 有没有直接的离证妨害 这是根本没有的 我说 一个人具足信心 具足念佛的条件 然后他不能往生 如果能往生 如何如何 对离证如何相违啊 有没有这样的离证之戒妨害 根本没有的 但是我们其他不了意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自己字面上这样理解 有什么什么的离证妨害 我们学医名和中观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不了意的经典 应该是最了意的经典 最可靠的经典 你这样来理解 因为以佛陀的愿力和智慧力 如果能听闻佛号 生起希求之心 那么请依靠此等因之利益 明明民众时便可显见佛的化身 你在民众的时候 就完全能照见佛的化身 阿弥陀佛的化身 对此生起信心 增上过往正念等五根 然后我们还没有真正断气的时候 对佛陀和对阿弥陀佛 生起信心 生起信心的时候 自相续当中的圣者的五根也已经具足 心根 经根等等 这些五根也具足 而且在自相续当中 以前没有具足菩提心的话 菩提心也会具足的 然后以前没有具足什么 其他的一些善根 其他一些善根的话 当下你的千百万很多的资粮 都已经具足的 所以其他的有些经典当中 我们念诵佛号 灭除八十一 九十一届所有的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也有这样的说法 在短暂的时间里 即可往生圣者的导致 在短暂的时间 比如我外戚已经断了 内戚还没有断 这个时候别人对我念诵阿弥陀佛 或者自己对阿弥陀佛生起信心 这一个刹那间当中 我无始以来的业力 全部依靠佛的力量 和我的信心的力量遣除 然后我的相续当中 身边 身同等 无量的功德 当下现前的 那么一刹来 前年都是反复 后年都是圣者 应该有这么一个机会 这样的 刚才讲的 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 我们有些人 想真的还没有得到 甚至果位之前 怎么会是 短短的时间当中 所有的功德全部聚集 有这个怀疑的 实际上 我们自己是骷髅划文 对佛经和论典 一无所知的缘故 如果真正是我们广闻多学 对很多的经典 都已经学习过的话 基本的道理应该会通的 我们这个 世间上也是有很多 不可思议的这些奇迹 频频会发生的 那么在佛教当中 也是依靠佛的威力 一些菩萨的加持 或者是弥足的加持 实际上是 本来是一个人 就是在平常的时间当中 是依靠很长的时间来 才能完成的东西 在依靠佛 或者是依靠一些主义的力量 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也可以完成 比如说 现在科技极其的发展吧 那么以前我们古人 依靠步行 能走八个月 一年当中的话 那么现在几个月 或者一天的时间当中可以完成 我们以前从这里到加拿大 如果不行的话 或者说不行 当然中间有大海 可能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样也是很难说的 那么现在通过科技 很快的时间当中也是能完成的 同样的道理 世间上本来非常缓慢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迅速的方式来完成 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 所以往生基督世界 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他这里也说了 例如主义加持的种子 立即可以成熟 现在一些特异功能 或者是一些有幻化师 他们念一些主义 然后种子一作加持的时候 马上妙亚长出来 妙亚长出来 佛的一些经典当中 以前也有这方面的公案 大家都非常清楚 比较多的 现在人们也是经常常见的一些 常见的很多东西 也觉得非常稀奇 这种情况是有的 所以本来依靠很长时间 产量成熟的一些种子 通过密族的加持 或者是通过一些幻变的力量 马上成熟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现在很多农作物 现在很多 比如说农田 好多都是依靠各种各样的 化学药物 依靠它能配置很多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幻变点 如果依靠它 种子自己的力量 根本不会有那么快的时间当中 长出妙亚 这也是现在的一种状况 同样的道理 不费力也可以退治 会有顿潮而获得圣者的智慧者 就是不用费力的 不像我们一个阿神奇迹 那么长的时间当中 通过一些枯息 不用这么 在很快的时间 以顿潮的方式来 所有的地道全部圆满的 这种道理是有的 否则 如果你这些全部都不承认的话 一切密族的甚深方便 密族的甚深功德 以及善事的高声欢便等 也成了怀疑之处 如果你这些 统统都不承认的话 那么我们密族当中 有很多的一些甚深方便方法 比如说密族当中 依靠向护 双云 以这种方式来 六个月成就的公案 以前我们讲 印度大成就者传记当中 也是有这样讲过的 还有就是我们密族当中 不能给别人告诉的 智慧和方便结合起来的 一些密族的能力 就是不能以非法旗面前 自己所宣说的一些方便法门 以这些方便法 完全能成就自己的一切所欲 比如说 吸尘怀族的事业等等 这是密宗里面有一些特法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还有一些民族 民族念一些本尊的一些族语 比如说我们念 金刚萨埗信咒 玛尼巴米红石等等 有很多的这些族语 自相续当中的 无始以来的罪业也可以遣除 智慧也可以开动等等 有很多的一些民族 民族和民族的这些甚深功德 以及佛陀不可思议的加持 幻变 这些 如果你层面的全部都不承认 这些都已经成了怀疑之处了 这些都是该怀疑了 孟宏仁波切也是已经讲了 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加持 密族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加持 全部都已经成了怀疑之处了 如果你说得真的话 因为这些 刚才说密族 佛的不可思议的加持 也不能承办大的事业 若能承办 再凭信心和愿力 也可以往生 如果佛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还有密族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那么阿弥陀佛的愿力和我们的信心力 也怎么不能往生呢 应该可以能往生的 这是可以的 比如 我们按照俱世论的观点 如果要转生到舍戒 你必须要获得第一禅到四禅之间的禅顶 禅顶在人间没有修成 你根本没办法上去的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因为当时他们两母子在河里面 我们《入菩萨行论》和《大圆满前行》当中都有 母亲想是 哎 我的女儿如果没有隐膜在水里面 我死了都不要紧 对她生起一个强烈的悲心 然后女儿也是想 我的母亲没有死 我的死也不要紧 她们因为互相承起了 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明星 这样以后 以这种新的力量 马上往生到舍戒天 所以这个时候禅顶的因 根本没有成立 也是很快就成立了 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同样的 根本没有 以前 根本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 各种身边 神通 没有的 但是你在临终的当下 对阿弥陀佛生起极大的信心 或者是听到佛的名号的时候 以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 可以往生 我们是有能力 这是绝不可能往生的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没有的 这是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比喻 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净土教言 表面上看来 还是这是十几篇 没有什么的 但实际上这里面 也有很多的显宗密宗 包括我们佛的甚深的加持 这些都是讲得特别清楚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始终都不仅是有一种智慧 还要承认一种信心 如果信心根本都没有 那么我们身上虽然披着加持 但实际上跟世间的学术 学术界的一些大学老师 很没有任何差别 你口头上讲得再怎么样 天花乱走 实际上对众生的相续也没有 你自己的相续也没有 正因为你就不承认极乐世界 不承认佛的加持 所以现在有些学术界的道理 看了以后真的非常痛心 可以这样讲 现在还在世界上非常出名的大法师 而有些他们的传承弟子当中 当然是有两种的 这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也有两种 有些完全都是赐自他的观点 有些也受到一些藏传佛教 和其他大乘佛教的影响 也有一些 随顺其他宗派的也有 所以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们当中 也是可能受其他的影响 有时候看见有些人 好像根本从他这个人的行为当中 根本发现不了一种信心的状态 好像对佛陀看着一种 完全是一种迷信 他们是什么样 学术界是什么样对待呢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名号 全部都认为是一种迷信 如果是一种迷信 那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些经典 我们怎么样解释 有时候看来 他们也是 智慧非常欠缺 佛陀在佛经里面讲得那么清楚 但是你把它当作是一种迷信 从你的分别念的学术 智学 就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至高无上的一种理论 那这样认为 我想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 嗯 讲得什么呀 我的今天 他们虽然为称修建生极禅定之音 但由于相互生起猛烈的悲灵之心 三妙一乐之力 二十立即成就禅定 而往生天气 在灭界之时 人们通过发心力 这是我们学《俱世论》的时候也讲过 无情的便能成就禅定 这是一种情况 一记经意 三世 菩萨 摩定 便能成就 无数劫中 难以成就的 等此殊胜功德 比如说 以前《华严经》里面讲的佛陀 对三才同志摩定以后 然后三才同志 所有的普贤心愿品 也是当下念出来 然后发了愿 也开现了所有的 普贤菩萨无量刹土的境界 而且佛陀菩萨 一些高僧大德 通过摩定 以前有些法师 所谓的摩定也是如何如何不合理 也这样讲的 其实这些都是 真的是一种 古鲁寡闻的一种表现 此理与上述的道理相同 好 今天讲到这里